哈喽 大家好 我是伍德逗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一道非常适合摆地堂的小事 炸三样 操作简单 成本不高 香酥可酷 想摆地堂的朋友可以来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炸三样到底有哪商业呢 首先是我们的南瓜花 因为这个季节刚好用来炸也是不错的 还有我们的茄子 茄子可以稍微给它切厚一点 这样炸起来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还有我们的本地辣椒 等一下我们这个茄子和这个辣椒换点盐 稍微去录一下底妹 下面来调制面糊 脆扎粉一包 扎米粉二分之二 加入少许的韭菜增香 加入少许的盐提加底味 加入少许的辣椒粉 最后我们分多次的加入水调制面糊 这样才能搅拌得更均匀 好了我们的面糊差不多一条 最后加入少许的油 使它更酥脆 下一步我们开始炸制茄子 油温烧到六到七成 我们把茄子两面都沾上面火下入油骨中 茄子炸制定型捞出备用 接着我们用同样的手法炸制南瓜花 最后我们炸制青椒 我们炸制青椒的面糊 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米粉 青椒炸制定型 我们下入刚才炸好的茄子南瓜花进行一个复炸 这样才能使茄子辣椒更酥脆 我们炸制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让它小火慢炸 带所有的食材炸至两面金黄 硬肉勺抛起并有清脆的声音 这个时候证明我们的茄子已经炸好了 就可以捞出控油 好了我们这道江西特色 一方美食的炸三样就制作完成了 如果你也喜欢美食 请帮忙点赞 关注 转发 谢谢大家